你看台南 天高烈的以前 通過三個月 比較正的案例 也已經超過一萬了 中央在高路 反而台東的地方 多行馬 在之前已經更在關卡 所以就有民眾反對 社區辦行馬的活動 也去市政府選手 台南市政府是表示說 只要請親時的 等於三個等口 噴洪基邦的街 也要自由 做好保護 也不用太過歡樂 今日你去台南等會為何你 你中央在選擇中央在 洪馬活動的主意出行 讓民眾要做好方意措施 不過有民眾認為 天高烈已經減中 各基本洪馬活動 實在沒有特動 向市府導走 希望當時問題減動上 市府表示 天高烈跟新冠北斗不一樣 只要請親時的等三個等口 噴洪水 可以減少讓洪洪定立的機會 中央人家在北斗 台南過去都很多人去滷油 不過最近天高的關卡 就能去觀光客庫 更做另外也協助 有客在噴洪水 觀光人數減等下自由 本地的地方比例也幾乎受到影響 因應也是開雪吧 所以說目前園區的人潮 跟遊客人數有稍微銳減了一些 對 然後或許是疫情關係 也或許是 目前的這個環境影響之下 然後大家可能都去出國 登革熱的部分 確實有稍微影響一下 我們的住房率 那包含說 我們今年的住房率的話 大概只有往年的 大概六成 因為這個中秋連假過後 其實下禮拜 又是迎接四天的國慶連假 那其實蠻多旅客 都選擇出國旅遊 大南市長安威在中秋前一日 去控制政策為問控制人員 尤其是人和機関 為了控制和控制人員都要輪班 安威的同友 要給第一項的成小人員支持和鼓勵 不如由中秋機関 並且就要做好 組成功課 這個登革熱疫情是蚊子傳播的 不像COVID-19 是人跟人之間的飛沫傳播的 所以說這個只要做好個人的防護 包括穿長袖塗防蚊液 就能過一個安全快樂的中秋節 齊夫標示 青獨特北館是風地天高日最好的方式 民眾連假期間 就要注意環境成的工作 做好方法措施 記者文正雄大人報道